不好意思 我去以前了 对不起 经纪部长王美花赶着到立法院报告 但同时数位五倍券绑定的增加幅度 似乎就慢了下来 因为不少民众认为太复杂 我那天想要打开那个APP来使用 所以我发现我还真的不会使用 对于长辈来讲 是有一个门槛要跨越的 因为它数位真的不是很 政策不是太明显 感觉它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 就是零资本这样子 民众满头问号也反映在登记数字上 截至10月6号早上9点 登记资本物被券的将近1200万人 数位绑定则398万差了三倍 限量400万分的好识券 还剩下近2万的名额 尤其共同绑定的到6号中午还能退 立委质疑发放效果不太好 你所谓的好识券 现在还1万多将近2万 没有人来设定的时候要怎么办 你去消费了 我们这边政府就会有相关的好识券 那没有就是不用花而已 部长你这回答是不是有点消极 但话风一转 原来王美花对好识券还是有信心 现在只有剩1万多 一定会超过的 因为好识券直到明年4月底 数位券截止登记前都能持续登记 额满为止 只是不少人偏好纸本券 甚至也搞不懂加码券怎么登记 经济部定调可能会有加码优惠 会在10月8号前决定 会怎么样的其他 会怎么其他的措施 这个我们其实都没有定案 没有定案 经济部动动脑要刺激登记意愿 恐怕也是怕政机端出来 数字不够好看 TVB新闻花哨品离庭台北下方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